多謝大家回到 Ask Kenneth 我就是運動員兼教練 Kenneth Lowe 今天就是2024年的1月8日星期一 就是這條片 是今年2024年第一條片 在這裡想多謝大家 繼續去支持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支持我的訓練計劃 因為只要你們繼續看的話 我會繼續去拍片的 來到2024年 大家或者有很多人 就不知怎樣去開始做訓練 或者對於訓練一頭沒水 就是說他們可能在年頭 或者放假之後 又不知怎樣有什麼推動力 可以令到他們可以投入訓練 OK 我告訴你第一件事 其實我們每個人開始訓練 或者去開始想進行新營改造 其實第一件事就是被別人去inspire我們 譬如我見到一個IG 這個運動員很帥 我真的很想像他這樣 或者見到一個CrossFit運動員 或者見到一個Body Builder 或者見到一個Begini運動員 很帥很帥 我也很想像他這樣 或者這個朋友 他減了50磅 我都很想減50磅 OK 這個就是inspiration inspiration之後 就是什麼呢 就是motivation motivation motivation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OK 但是你不要忘記 motivation 有起有落 有時會高些 有時會低些 當你的觀察力量很低的時候 OK 你的motivation就會很低 所以呢 motivation是重要 但是不可以單靠motivation 先去做訓練 先去控制你的飲食 否則 死定了 OK 那你說怎樣 那不依靠motivation 那依靠什麼呢 對了 就是 discipline discipline 其實是 要慢慢去展現出來的 就像我以前那樣 回小學 我記得我整天遲到 整整天遲到 很差的 直至我玩了 roaring之後 滑艇這個運動之後 或者現在我們叫做 賽艇這個運動之後 開始慢慢去建立 我的discipline出來 就是我紀律出來 我記得我這麼多年爬艇 我是第一個去到 賽艇中心的 第一個出現 這麼多年以來都是 我是很喜歡 運動員的身份 很喜歡做運動員 因為這個是我從小的夢想 所以直至現在 我都是一個運動員 繼續堅持去比賽 堅持去訓練 好了 假如你不是一個運動員 你只是一個普通上班 下班的人 你怎樣可以保持著 一個motivation 或者 繼續去訓練 其實就不可以單靠motivation 不可以單靠motivation 一定要建立 discipline 說了去做 就要去做 不管你外面 打風、下雨、下雪 什麼都好 什麼環境都好 定下了 逢星期一去做gym的話 四日去做gym 一個星期定了去四次 就去四次 定了去五次 就去五次 我每天要走一萬步 我就走一萬步 怎樣都要跟著去做 每天 定住 譬如我要吃二千卡路 我就吃二千卡路 That's it 盡量去簡單化些東西 不要被其他東西去騷擾了 你的training program 或者你的nutrition plan 這件事很重要 對於身形改造來說 是非常重要 沒有東西可以去難阻你 OK 沒有人可以去阻止到你 只有你自己 會去阻止自己 去令到自己跌倒 其實跌倒不重要 你再站起來 繼續去告 或者 我當一天有吃四餐才算 七天就七四二十八 有二十八餐 你說有一兩餐 突然間 走歪了 吃多了 或者吃多了 無謂的東西才好 It's ok OK 那你還有二十六餐 可以吃得對的話 那所以 其實你的結果出來 都不會差到去哪裡 我當然要說真的 好啦 我上個星期 沒有拍片的 OK 所以現在是說回 十二月二十五號 的training program OK 那二十五號 我是聖誕節 聖誕節 其實很多健康 在加拿大都會關門的 那我唯有去我平時去 開工的健康 叫做 Better Bodies 那 去做Bench Flex 那當日 25號 我就做Bench 321 OK 從225開始 三下 兩下25 一下275 都ok 沒問題 其實那天 我很想做315 就是跟我之前的星期一樣 都要做315 記不記得 三餅 做不回 做不回 315 做不回 他fail了 那 but it's good ok it's good 其實我是貪心 貪心 可以把315 再加多5磅 上去 ok 就是325 fail了 這個就是我是貪心的 but 我很高興 我嘗試去做 那 325 sorry 320 320fail了 再做315 就 自己知道自己不行了 ok 不行就不行了 but good try 起碼自己知道自己的頂在哪裏 其實我已經cutting了很久了 ok 其實cutting了幾個禮拜 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個string 因為當你cutting的時候 其實你的string 都會慢慢會下降 尤其是Bench Pass 尤其是Bench Pass 尤其是Bench Pass 因為呢 當你cutting的時候 你身體的水份 都會減少了 所以呢 因為 你記住 Joint 這些關節 是要很多水份 去保護它 如果身體少了Glycogen 少了水份的話 保護一些關節呢 它都會弱一些 ok 做完Bench Pass 之後呢 我會做 Single Arm Sital Roll 記住 Single Arm Sital Roll 記住 怎樣去做 Retreat 帶過來 Engage 做好背去 背是非常之重要的 背 尤其是做Squat 做Deck Lift 背是非常之重要的 ok 去保護你的spine 去嘗試這個動作 那我覺得 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是 挺好的 挺不錯的 ok 慢慢去做 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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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 Natal Races OK 做完Natal Races之後呢 就會是Reverse Fly Reverse Fly 我就會動起Bench 頭碰著Bench去做 OK 盡量都不讓身體 去動動的 OK 不要移動 沒有Body Swing 純粹就是 Isoly 後腹 Rear Del 去做 慢慢去做 打開手 停一秒 然後慢慢地 接著 基本上這隻手 是沒有動過的 沒有曲手 沒有伸直的 沒有的 今天呢 我完全是 Focus在 Hypertrophy 有些人問我 Hypertrophy和Strength有什麼分別 Strength就是 一下至五下 Hypertrophy 可以是六下至十五下 甚至二十下 甚至乎二十下 甚至乎二十下 這個是Hypertrophy Time meditation 是會長少少的 還有intensity 當然沒有那麼長 OK 就是 是的 intensity沒有那麼高 Time meditation 就會長些 OK 做完之後 當然要做一個 Posing的練習 會做Lat Spread 還有會做Double Biceps OK 好了 26日了 booking day 星期二 今天呢 這個program很簡單的 就是做了一個snatch OK 二零五先 竟然到二零五 二零五我要做多少下 要做十個singles 十個singles after二零五之後 要做十個singles 那二零五是ok的 沒有問題的 完全 no miss 完全沒有問題 OK 如果二零五都有問題的話 很嚴重的 二零五一定死緊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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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緊的 我覺得幾順的 二零五 OK 完全沒有問題 總之 保持著那支barbell 在身體前面經過 OK 那就行了 二零五 OK Total 十下裏面 miss了四下 我覺得 非常之好 最後五下是完全沒有miss過的 我是幾開心的 那個feel幾好 lock out也好 一手完全沒有曲手 是呀 今天的狀態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腳又夠力 其實我呢 drive之bar上去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 lock out 的時候 沒有 沒有 即是我覺得是沒有 不夠aggressive 去摺住之bar 所以整天呢 有時候 嗯 lock得不實之bar 或者一個trap 沒有升起 OK 那所以呢 整天都會miss 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 要 砰 lock lock lock住那支bar lock住兩隻手 不要讓自己 miss 之後呢 就會做squat 其實squat呢 我自己高估了自己 我嘗試去做三下 355 那之後做了兩下 我覺得 嗯 要停了 然後355之後 我就做335 希望做了三下 不過都不行 做了兩下 就最終 那啊 focus在full range motion OK keep住neutral spike upgrade position 那之後再做多 3、7、6下的295 那295 那295就ok的 295RP大概 7至8度啦 RPE 不會有太過辛苦的 6下來講 那我都幾喜歡的 OK 還有 2、9、5 對 只要under 三下 其實應該都沒問題的 for 6 wrap 那 that's good 最緊要做squat 一定要full range motion 控制下去 那之後我就會做一些手 OK 好了 來到星期三 clean jerk clean jerk 好誇張啊 那天 那天好誇張 那我做了4式的2、25 4式的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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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2、5 我做了多少 1、2、3、4、5、6、7 7個 7個2、5 7個2、5 ok 那 yeah that's it 2、5 bomb lock yes good 分腿 記住 後面那隻腳要升起 後面那隻腳要快 OK 快 曲腳和腳踏升起 定一定 然後才去做 我專門的 你會見到我clean jerk 做2、2、5、5 我會定一定 分腿後 定一定 然後才 recovery OK 先回 bomb bomb yes ok yeah 就是這樣了 好 來到12月28號 那又是做snatch so snatch 我會做2、2、5 跟著2、3、5 ok 那今天呢 是想 希望可以做到 最大重量的 就是1RM 那我最重呢 是做到2、4、0 2、4、0 yes ok 2、4、5 不行 2、4、5 不是狀態 2、4、5 2、4、5 完全不是狀態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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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基本上 試過幾次都做不到 所以 放棄 不做 接著呢 就做clean jerk clean jerk 我又慢慢開始 warn up 接著 285 接著去到295 是的 這個是295來的 295 bomb that's it good 回一回氣 brace 接著曲腳 丟它上去 ok 兩隻手 算是這樣 是不是perfect 還可以很多 少少 很多 10% 我猜是 大概10% 對 it's ok yeah 不是很差 不是很差 今天 訓練 接著 來到星期五 來到星期五 一開球 就是snatch balance ok 我會做四set兩下 ok 一開始 205兩下 ok 接著第二set 又是205兩下 接著 兩set兩下 225 是的 snatch balance 是非常之重要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 很多時候 lock out lock得不漂亮呢 就因為 那個positioning 搞錯了 有時候 人太 upright 或者是太前 或者是 直巴太前 其實那個position 一定要記住 那個位置 在哪裡 身體有少少 不 是 不合位 少少角度 不合位 你都接不到直巴 或者是手 太前 太後 未必 都未必接到直巴 所以一定要 要微調 一定要微調 很對 之後 會做steep leg 的dead lift 我覺得 對我來說 如果我想練 poll stretching 尤其是 Hemp string steep leg 對我來說 是好過做RDL 所以今天 我會選擇 做三聲八下的275 steep leg dead lift OK 腳是曲 好少 好少 微微曲 不lock out 當然 保持neutral spine OK 這個RPE 八至九度 對我來說 就是這樣 那 再之後 我就會做hypertrophy 做one and a quarter 的lick curl 跟著 Single lick Belgarian score Belgarian score 真是拿人命 真是拿人命 跟著做 sortman curve biceps sortman curve OK supenaded up punaded down 跟著做 netter races netter races 我是當一個finisher 就是這樣的 三隻十五下 20磅 然後再加多兩隻 兩隻的 二十下 15磅 OK 盡力 focus side down 那星期六做什麼 星期六 我一開始就做 rated pull up 對 rated pull up 45磅 45磅做了兩隻 35磅做了兩隻 OK 都是五下的 跟著single arm的sitter roll cable press down reverse fly frontal races 和100個wrapped的netter races 那星期日就是放假的 完全是放假的 即是 怎樣你都要給自己 休息的 我是不贊成no day off 這件事的 我是絕對不贊成no day off的 你是必須要day off的 其實有很多人說 我幫你 喂六日會不會太多啊 對我來說 暫時是ok的 因為 你看到啦 我基本上有 星期六 星期六 和 星期一 兩天 兩天 全部都是 upper body 所以有四天 是做weight lifting 有腳的 其實都ok的 對暫時來說 我的recovery 是ok 而且我的body weight 和body fat 尤其是skinful 都是慢慢 每個禮拜 去減少 所以對我來說 我的訓練 是ok的 是ok的 沒有太大問題 的 ok 那 等我遲些再update 我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的 training 的紀錄 ok 那今次呢 就是講到 25號 講到去 12月的30號 那 我過多幾天 再拍一條片 講 1月1號 那個星期的 訓練紀錄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youtube channel 請like subscribe 和share ok 給你身邊的朋友 好